想要得獎 選對節目很重要 加入哈林小隊吧 這小刀 Yeah 我們節目絕對讓你吃到飽 但是會讓你騎到兔 OK 不過人在騎天在看 我們節目一定會得獎 我問一下哈林哥好了 哈林哥 你剛剛講那麼多 那到底哪一組會得獎嗎 哈林小隊 哈林哥說 會得獎就是會得獎 Yeah 大家好 我是共估五次 去年 終於拿到最佳綜藝節目主持人獎的 陳漢典 你至少還有拿到 大家好 我是入圍 兩次意志及實境節目主持人獎 都共估今年 連入圍都沒有的許孟哲 哈林 漢典 剛聽完Sandy的戰力分析 覺得每一組喔 確實實力都很強 都很有機會拿獎 真的 但你覺得到底怎麼樣才有機會可以得到獎 尤其是我手上這個 意志及實境節目主持人獎 感覺這個獎 超難拿的 呃其實我也不知道耶 不然我直接請教前輩好了好不好 孟哲 你的問題 我來回答 OK 想要得獎 選對節目很重要 加入哈林小隊吧 這小刀 耶 我們節目絕對讓你吃到飽 但是會讓你騎到兔 OK 不過 人在騎天在看 我們節目一定會得獎 那 如果我加入上山下海過夜呢 耶 人在爬天在看 他們不是在海底就是在山頂 是 所以在戶外 老天爺看得比較清楚 老天爺爺 他們一定會得獎 那 害營業中呢 耶 人在營業 天在看 我們騎車是騎真的 是 姚元昊他們吵架 也是吵真的 耶 相當精彩 他們一定會得獎 那 等一下 我會不會直接太快 有一點 稍微再慢一點 我再喘一下 好 可以了可以了 那 我們這一攤呢 耶 人在擺攤 天在看 是 他們擺得那麼辛苦 人家說 五百 五波比 哦 耶 而且 他們又有 波比天后的加持 彩华 你們一定會得獎 耶 加油 加油 最後一個 那三里來的熊孩子呢 這一組犯規哦 因為熊孩子真的都太可愛了 而且他們的主持群呢 一百分 但是唯一的小瑕疵 就是他們有一集 邀請陳漢典去當來賓 除此之外 完美 所以 他們 一定會得獎 嘿 我都沒想到 汗點竟然變成汙點了 但是哈琳哥 你剛剛講的好像都差不多 所以我如果真的很想得獎的話 我是不是明年 就找一群小孩 白天的時候 到處去爬山 然後呢 騎車環島 收集食材 晚上把食材煮給大家吃 然後週末的時候 再帶著他們到處去擺攤 這樣我是不是一定就能得獎 Good idea 嗯 但是你可能會先被社會局給調查 你討厭 對好 當我沒說 討厭 哈琳哥 但是你剛剛講了這麼多 每一組的結尾你都說 一定會得獎 嗯 那到底哪一組才會得獎 其實我也不知道 因為都是哈琳哥在講 不然 不然我問一下哈琳哥好了 哈琳哥 你剛剛講那麼多 那到底哪一組會得獎嗎 哈琳小隊 耶 哎 要有自信 非常好 要有信心 很合理 有自信是很好的 但是我們真的不知道 誰會得獎 沒錯 講了那麼多 那我們就來看看誰會得獎吧 好 沒問題 第五十九屆 意志及實境節目主持人獎 入圍的有 意志及實境節目主持人獎 入圍的有 我們等即將挑戰移動營業 姚元昊 鄧永玲 郭洪志 吳應傑 莎莎 鍾心瑜 張立東 浩子 謝忻昊 嗨 營業中 好看娛樂製作股份有限公司 余承慶 余承慶 古學亮 洪小刀 柯友倫 張庭福 周宇天 齐霸 哈林小隊 好看娛樂製作股份有限公司 好窄喔 雷艾美 黃士杰 Max 楊盛堯 八弟 肖志偉 上山下海過一夜之 擊倒台灣 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好 非常精彩 真的也是死亡之主啊 沒錯 相當地緊張 第59屆意志及實境節目主持人獎 得獎的是 齊霸 哈林小隊 恭喜余承慶 古學亮 洪小刀 柯友倫 張庭福 周宇天 恭喜 六位男子漢的單車冒險之旅真精彩 他們面對路上各種各樣的狀況 大風大雨都沒有辦法阻止他們往前進 每一位主持人認真克服困難 互動自然 表現真實 讓節目更有看頭 恭喜 齊霸 哈林小隊 齊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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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刀 好 不要拍了好不好 不好意思 哈林哥說 會得獎就是會得獎 你們先講吧 先講 你們先講 亮哥先講 因為時間有限 我簡單講 謝謝評審 還有謝謝我們的隊長哈林 帶我們一起圓夢 帶我們一起上來拿獎 最後我謝謝帶我入行的小燕姐 這個榮耀獻給你 謝謝 來上上上 先講 我要謝謝我的爸爸媽媽 然後謝謝一路支持我的所有貴人 然後我要謝謝我的信仰 然後我要謝謝關政帝君 謝謝主委神明的保佑 謝謝 上上上 Alan上 謝謝爸 謝謝媽 謝謝太太 謝謝小孩 謝謝評審 謝謝好看娛樂 湯哥 謝謝媽媽 謝謝媽媽 謝謝 謝謝湯哥 珍妮姐 萬哥 然後謝謝所有支持我們的粉絲們 謝謝你們 每年那麼多節目 每年那麼多節目 上上下下 謝謝評審讓這個節目 能夠 能夠騎過 留下了車痕 然後 我的經紀人 都會知道我要環島之後 嚇到 趕快找這個 好看的 王珍妮 跟湯忠林 然後 把這個鍋 摔給他們 做成了這個節目 要謝謝台上的車友們 還有幕後的工作人員 把我們的熱血熱情 帶給了所有的觀眾 謝謝我的家人 媽媽 太太 小孩 超時的部分 我下一個獎 再獎 謝謝